你看到這個部分就是說 他從巫師把自己打扮成一棵樹 開始轉變成圖騰柱 他不再打扮成一棵樹了 他變成用個圖騰柱做一個象徵物 而不是他自己 那個象徵物 然後 有開始真正的巫師的出現 以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能力 他身體不好 他叫自己要變成一棵樹 那他現在變成神職人員 你透過他 他來幫你跟樹交通 然後告訴你怎麼辦 那你自己會慢慢慢慢喪失 跟樹交感的能力 你要透過他來解釋 這也是一樣 不同的巫師 你可以發現說 他們的土層柱不一樣 然後我們發現說 這個地方很奇妙 男生都打扮得法式招展 那女生都不打扮 那為什麼呢 因為女生呢 男生就是他負責播種 那女生呢就 他負責選招夫 他要跟誰在一起 他有選擇權 然後 完了以後呢 明年生個孩子他輸養 那次就走了 所以男生一定要討好 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 唱歌啊 各盡禪媚來取悅他們 最後人要選擇你 那我覺得 一樣也很公平嘛 我現在女生就是 她又要生小孩 又要打扮來取越南的 比較辛苦 所以說這個時代轉變 我沒有把握這個時代太錯了 那我們看的這也是屬於鳥系的 他就變成一隻鳥 那他是可以看到蛇跑到那個洞裡面去的時候 他把牠叫出來 他馬上變成這樣 一直跺腳一直跺腳 像個鳥一直叫 叫叫叫叫那個蛇從 心甘情願的從洞裡面跑出來 他說你不要再念了 我實在受不了 我死給你看 這是屬於鳥系的 這是屬於鳥系的 鳥系 他們鳥系的呢 就是太陽出來以後他們就會唱 他們沒有什麼夫妻關係 他只要男的唱歌女生和 就是夫唱 夫誰 或者夫唱夫誰 只要一個唱歌一個人有感動 他們就會在一起 那有一天這個人唱歌我不感動 別人唱歌我很感動 他會跟別人走 然後 多好的這種婚姻關係 這種關係太好了 完全非常感性 一點煩惱都沒有 完全兩個人在一起就是 對不對 就是要有火花才會快樂的日子 過日子 沒有任何勉強 這屬於鳥系的 所以我們如果走這一塊來講 就發現到後來 我們後來發明所謂的婚姻關係 等等等等 就是罪過給自己非常多的制約 那也不是不好 可是你原始的精神 一定要有 就是 你看以前我們在看到 還有那個 三出四不留的罪 就是男生要修女的 不行耶 女的不要先生可以一句話說 我跟你在一起不快樂 我就不要你了 那男生不要女的 要女的有三出四不留的 所以是以後的七出之條 他才能不要他 所以以前漢代有個官嘛 他官做得很大 後來他太太說 我不要跟你在一起 他說不要喔 我官做那麼大 你不能我在一起 我沒有臉做官 那你們的事 他還是離開他 就辭官了 所以那時候是 女權很至上的時代 因為他們很辛苦 要生小孩 所以他如果沒有被 讓他很高興的話 讓他們很委屈的話 他們是 就是覺得說 這是在整個生物上 是很不對的 這是屬於鳥系的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開始用火了 那用火在這個地方 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 火絕對是一個生命的來源 他覺得這個地方 沒有生命力了 他就放一把火 那燒完以後呢 這個 枯的草燒掉了 沒多久 植物就長了 新的植物就長了 植物一長 鳥就來了 蟲也來 長了 各種動物也就來了 一個生態 可能一把火 一棵樹 鳥來了 就起來了 火是一個轉換的一個過程 這火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他們這裡面只有巫師 可以管火 那巫師的存在 他去管火 火由他保管 所以以前新火相傳 火要取火不容易 火種一定要留著 那火種是要有一個人 永遠看管的 所以巴黎道那個神話 就是猴子跑到太陽裡面 游到海底 從太陽裡拿到火種回來 他是英雄 當時誰發明了火 所以他這個巫師呢 他就看著火 放火的時候 他就萬一進入到一種 戴上面具 進入一種神聖的一種狀態 那我們看到這個就是巫師 這個就是這一個 就是這一個 他腳上戴著很多那個植物做的那個鈴鐺 他要跳舞 然後他會唱 那這個時候就是他 取下面具了 然後他住在 他一個人 跟所有人離開 他一個人住 那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就說 哇這個巫師 年紀很大了 他說這巫師一百歲 我說你怎麼知道他一百歲 他說 我爸爸告訴我他一百歲 我說我爸爸知道他一百歲 我說你爸爸怎麼知道他一百歲 他說我公公那時候告訴他他有一百歲 我想他不對啊 後來才發現他最大的數字是一百 一百以上沒有 那所以到底幾歲我們不知道 可是我們可能要從他頭髮的焦黃的成 判別他年紀非常大 可是你看他的皮膚 跟小孩子一樣 所以火有一種我們不知道的秘密 他每天可以浴火重生 浴火重生不是 不是讓火燒 那是物理現象 你的心要成能跟火一樣的狀態 轉化 火就是把直轉變成能 如果你進入到跟火一樣的狀態 你就每天就浴火重生 所以以前能修到 能修到 三昧真火 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個是一個秘密 但是我們以前都認為是神化 可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 那你看這一張 他對著火叫的時候 火會不會讓他轉 那個後面 對上面 火會不會讓他轉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也 你完全不可思議 怎麼可能 所以你看他 跟小孩子一樣 跟小孩子一樣 所以我們就看到 這個西藏的那個坦卡裡面 有那個所謂的 裡面的附法神 就是他們原來的原始的神靈 一看完全一樣 劈頭三法 然後火圍繞著他轉 然後很奇妙 你看他的舌頭是內卷 那你看這個 要放大 放大 給你看看他的嘴巴 他的舌頭也是內卷 所以我們發現說 你從他看他舌頭的形狀 跟畫坦卡的那個 那個聲音是 他是往內發聲的 不是往外發聲的 他完全喚醒他 最深層的聲音 就跟我們在非洲 看到那個大巫師 在唱的時候是一樣 那是一種很深的一種震撼 那不知道他的 心靈到達什麼程度 才會發出那種聲音 那這個也是一個巫師 那他是屬於蛇系的 因為鳥 他是有蛇系的 那蛇系的物師呢 他就在這個地方 坐在水裡面等一條蛇 那那個蛇從35年出現一次 他就等那蛇出現以後 跟那蛇一起跳舞 然後蛇脫皮 他也脫皮 恢復18歲 那當然我們沒有看到這一幕 那我們就想說那條蛇是什麼 哈雷彗星吧 剛好是哪個邵法軍 從天空上畫過的那個時間點上 剛好就是他 那個部分被打開的那個時候 所以說很多的那個 那個現象 古代技術中 你不能用 我們現在的理性的思維來看它 他是用神話的方法來書寫 可是如果你真去想它 它真的是存在的 我們不管講精靈啊 講巫術啊 那這裡面我們當然有 覺得就是說 後來為什麼會在非洲一代待二十年 覺得很豐富 因為這些東西我們已經看不到 那那邊還存在 所以 今天就是做一些分享 那如果要講到 更細的東西 好 這就是講的 就是說我們這個就是講的 所以我們這裡講說 我們生活中呢 透過飲食的消化系統呢 產生能量 這我們很清楚 這我們天天都在做 那但是呢 我們 我們可以有心事跟萬物交感 去連結 獲得你跟需要的高能量 以至於到更深的 生命轉化的這一塊 這好像只有在 所有的修道者的這個 密法本裡面 密本裡面 可是你看不懂 那以前我看這東西的時候 覺得說它是一個宗教嘛 那你看看你也不相信 那可能嗎 可是當你看到這些巫師 他們還存在著人 只有少數幾個人 掌握了這個秘密 他們沒有為什麼 他不知道 可是他們就是有這樣子的力量 那所以我們很喜歡去 做這樣子的一個 收集 所以你們剛看 我們是做了很多的比對 那尤其在西藏的部分 我們做了很多的比 因為西藏的東西它比較完整 它有法本 它有比較完整的被保存下來 像這種這種地方 他們都是口述 口述異式 他一講就講神話 你完全沒有辦法判 沒有辦法解讀 所以呢 今天大概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這個 那我們大概就先講到這裡 不知道你們有什麼問題要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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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